大家好,快要開始球了 現在兩隊先來後兵,先握手 大家好,我是吳嘉謙 再介紹我今天的拍檔 就是我身邊的Keyman 我是嘉謙,不用介紹了 大家這麼聰明,對吧 這場球我真的很期待 古鴨達到,列治史迪娜 看看哪個隊友可以接應 球掉了出來 基靈克向前傳出 幫老師擋住球球 是界外球 又是界外球 古鴨達到 比賽 意識不錯 很明顯要判罰球 太大力了,龍門拿到 2、3、4 發筆勞 想叫球,球又來不到 基迪牙,試試搶拳 1、2、1 達牙,試試把球扯下去 球扯出來 1、2、3 這球如何?搜紋完救得漂亮 這個球夠下來,看起來好像很容易 其實真的不簡單 傳到中路,應付得不錯 1、2、3 馬智思奧 相信他期待的不是一個這樣的傳球 這腳直線一下子都撐穿了 法斌奧泰華利斯 危機暫時就叫做解除了 1、2、3 挺有心思的,不過實行不到也沒用 截得好 這個直線漂亮 好東西 剛才說塞了球而已 馬智思奧又馬上拿回來 法斌奧泰華利斯 邦奧斯 法卡奧 大腳解圍 摩納哥又立球了 球現在在法卡奧 達雅,整腳直線 擋住了 解圍做得不錯 達雅,大腳踢進去 解圍踢出來 加歷史新道 嘗試向前傳 保羅戴班牙 法斌奧 為腳直線 兩邊都追著球 浪高的球 射它吧 反應很快 這球球扣得好 如果看來今天 你要在龍門身上 入到球應該挺難的 加油… 跳高一搖 手門員表現很好 這個門長反應真的比貓快 好跳得好 又射失了 好,領先來踢 他們已經浪費了很多 增添紀錄的機會 希望之後就不要後悔了 激壓連來 看得很通透,截走這球球 截走了球 乃、階身 艾莎舞 好,現在一個全球 這次完全跟他想法中差了點 這樣的傳球不行的 姬迪娜 馬智思奧 後防踢得很好 完全不讓他轉身起腳射門 球向前傳 巧妙的傳球 姬迪娜連尼 列治史迪娜向前大腳一斬 戴班娜為腳直線 賴記 瞄著前場斬 直接長傳 馬智思奧 發卡奧 這球球過不了 上半場圓的雞聲響起 其實我們只看上半場 有沒有反應到甚麼 今天的球賽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前鋒 完全沒有球碰 比球方面要做得更好 這場的埋門也不少 不過比數也沒有移動 還是0比0 是0比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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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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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隊進入下半場 試試騙起來吧 應付得不錯 好 球這麼急,隊友真的很難取得 這球球過不了他 相信他自己也明白 下次要比好一點才行 其實他看局勢很清楚 是比球的把握差一點 過不了對手 這個直線漂亮 戴班牙,嘗試接應吧 脫離這次危機真的挺靠運氣 這種失誤是很多球員都試過的 不過以他的質素,大家猜不到而已 史度拿路,保羅戴班牙 這樣也不用失,真的有運 這下警覺性真的很高 馬上去截中那個球 保羅戴班牙 基迪娜 截中這球球了 同手球員真的很夠警覺性 到底誰會拿到這個球呢 亞歷士伸道,很快地向前傳 史度拿路,全力在左邊突破 過來解圍 史度拿路,傳進去 跳到盡頂這個球 浪費太多時間了 結果浪費了反擊機會 突然就完成了 突擊這些東西,速度就是一切 你沒有速度了,只不然就沒有機會了 戒外球吧 加油 出界,又是戒外球了 判斷得不錯,截到那球了 到底誰會拿到這個球呢 法卡奧,高速推進 守得好穩 下次給球的距離,就要把握得更好 史度拿路,立法球 直接長傳 希古欣 頂過去 頂多一次,還是不行 這麼多機會埋沒 端古遲早也有個球可以進了吧 可惜不是這球 他真的很想進球 今天他是整個男人之類的 剛才球球差點進 史度拿路,截了這個龍門球 是戒外球 第二次 朱友 基迪娜 究竟誰會拿到這個球呢 這次進攻被人阻止了 法卡奧 好,來吧 法卡奧,跑得真快 球飛了出來,誰會先追倒 腿的腳不夠好,浪費了機會 法賓奧,這一刻就說想嘗試傳上去 他走的位置走得很好 不過我想他對隊友給球那一刻 就不太滿意 跳起一頂,這球進了 這球球可能是決定最終勝負的 值得欣賞的就是 他們不僅是搶球那麼簡單 還要是拿到球之後 怎麼做那一刻是好事 薑菊打破了,現在比數是1比0 像他這麼出色的球員 無論在哪支球隊 都好像七黑鐘的螢火蟲一樣 入球當然是靠他 帶了球上去,有機會嗎 如果剛才入球了 就領先兩球吧 差點被人拋離 幸好他們搜到這球球 黃色濃大陸 招呼 邊很快 沾輪 邊很快 再翻譯 北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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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3、4 基靈克把球踢出來 踢進中路,一定近距離 這球進了就贏了 他浪費了,一定後悔了 進了這球,隨時贏得到這球 這球很高 史度拿路 被人緝犯 他們的防守真的不能彈 比真力,匯團 唐靖舉旗,表示是越位 這個球其實比得挺漂亮的 不過他入攝的時間差了一點 早了一點 大班牙,試試接應吧 很棒,剛才說失了那球 又馬上拿回來 及時解圍 有沒有隊友可以立法那球呢 馬治思奧,大腳解圍 這個球真的要比得好一點 球真的要比得好一點 時間夠,這場球真是哪一隊贏都不奇怪 結果只是相差一球 不過就是這球定勝負 Keyman,怎樣總結這場球呢 你看他們的節奏是怎樣的 他們沒有球在腳的時候不急 但一拿到球 立即把球控制得很好 很快已經可以擺到對手的心臟地帶 不夠默契也做不到 Keyman,謝謝你 今天來和我一起評述這場球 和各位觀眾說聲,再見